请注意,旅客应避免攜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,像是活植株、种子、新鲜蔬果、活动物、肉品及含肉食品、宠物食品、没吃完的含肉或蔬果餐点等,请勿攜带入境。 如果您已攜带,请投入气质箱或申报检疫。未经申请攜带入境,可处3000元以上罚还。 若您曾到过国外的畜牧场所,请至检疫柜台消毒。 动植物防疫检疫局,感谢您的配合。